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呢 就是回答你也等于是回答所有粉丝这个问题 共产党呢 这个边控呢 它分很多等级 而且它这个边控呢 它不是假如说是 至少是从我了解的 它不是从头到尾都封 它是根据阶段 那么我这个边控呢 共产党什么时候把我封上的 什么时候给我解开的 作为我来讲都不清楚了 我只是在一次次闯关中呢 哪一次闯成功就闯成功了 没成功 没成功 我就回去了 但是呢 跟我自己呢 自己有一些准备呢 有一定关联的 因为我在监狱里面复兴回来以后呢 我在这个本地呢 就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机构啊 我复兴刑满的那一天 他们就找我谈了话 给我呢 约法了三章 所谓约法三章呢 就是第一呢 不允许我到北京去 他们跑到北京弄事儿 第二个呢 不允许我带在南京 这个呢 是很无耻的笑话 我是一个土生土荡的南京人 我在南京已经生活了三十几年 但是他不允许我带在南京 他知道呢 就是你在南京有一定势力范围 有一帮小兄弟 把你赶出南京以后 你到别的城市呢 你是一个外来的人员 而且像我这种重要的反革命范 是当地的所有人都会看管着你 你就没气候了嘛 所以呢 他们让我到外地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呢 就 南京就留不下来了 因为本来 我在我服刑期间 我弟弟下海 我弟弟只比我小两岁 我弟弟下海呢 已经开始在做生意 因为呢 他做的这个生意呢 恰好是九十年代呢 很新潮的 他是做什么 他是做电脑 在九十年代 在电脑硬件开始 逐步是中国市场的时候 他是中国南京 像我这个老乡你肯定知道 南京有个叫周江路 我弟弟是周江路一条街上面 最早期的从事电脑生意的一个这个企业家 他同批五个出头的这些企业家 另外四个人现在都是上市企业 有几个很有名啊 像大家知道这红土三包 不知道你们知道红土三包叫云亚飞 还有新华海 这个我去做过多介绍 就说我弟弟做电脑生意呢 已经是有一定经济实力 那么我回来以后 我弟弟呢 资助了我几十万块钱 他就希望我呢 去开这个电脑生意 你到外地开 你到外地开 我呢 就后来到了什么 到了江苏无锡 我在无锡生活了18年 我是从无锡到美国的 也就是说我刑满以后 我一直生活在无锡 因为共产党不用说我回南京啊 我只好待在无锡呢 那么我到无锡的时候 我做的生意呢 是什么生意啊 跟电脑有关的 叫电脑烹会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你们了解不了解 这个呢 在九十年代呢 是刚刚兴起的一个技术 即使在美国 也是非常流行 非常先进的 所以呢 我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呢 应当来讲 过去我没有做过生意 也没有搞过经商 那么这次做生意的时候 是一种常识 那我的生意做得比较成功 比较成功以后 很快我在当地呢 就比较有影响力 我这个人呢 说这种话 在我的圈子里面 大家都认为我这个人呢 很多人给我起的外号 就叫叫细铁石 是 我走到哪个地方都能吸住一批人的 所以说呢 我在我那个城市里面很快就形成了嘛 我自己周边的 无论是供货商啊 用户啊 还是这个街坊邻居啊 我就一个圈子 大家就是平时吃吃喝喝玩玩 就是慢慢慢慢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圈子 玩的就很不错 当然 不谈政治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谈政治的本钱 而我被很多人砍管的 但是我需要生存下来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一 发展我的企业 第二个呢 找到了我的老婆 第三个呢 我呢 成家立业 也就是说 我自己过一个安生立命的生活 这是我刑满最初的那几年 就是这么过的 那么我就成为我们当地商会的一个会员 你就必须成为商会的会员 你就必须交会费 如果你不交会费 明年你那个年审 它就不让你营业制造通过 这个我相信 中国大陆经过商的人都知道 所以说 无锡呢 是一个经济极为发达的企业 又是一个乡镇企业极为发达的 就一家一户一个人发达的企业非常多 所以无锡的这个企业的数量就巨大 有的公司就是一个老板手下 都有十几个公司 那每个公司你都得入会 也就变成了 你这个我们这个商会啊 它的这个规模很大 每年收到的这个会费啊 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商会里面 一共有将近三十个副会长 你不敢想想 就是当地叫土豪联盛 就当地有点名气来 都是会长 都是副会长 会长只有一个人 但是会长呢 是工商局局长 副市长监责的 人物的企业家们当 这些民营企业家里面 有几十个会长 我呢成为这个里面的副会长之一 因为我的这个组织才能比较好 所以我不仅是副会长 我还是常务秘书长 也就是说这个商会里面 很多常务事情我在负责 为什么能成为常务 因为我们都 常务秘书长要大家选的 要大家投票的 要理事们投票 是因为我对他们没威胁 因为所有呢 加入这个商会里面的副会长 他们都有一个想法 想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 官商一定要勾结 如果一个人当了企业家 如果能够有人大或者政协的 这种招牌的话呢 能对他自己在经商过程中 有很大的保护作用 或者很大的这个 提升他这个企业的这个作用 所以人人都想 那么像我呢 是因为政治上有问题 就是一开始大家不知道 后来就都知道 也就是说我对他们没威胁 我不会跟他们 什么政协委员 什么人大代表的这个名额 每年都会有几个人 补进去 到省里面当不了 人大代表可以市里面 市里面不行可以去里面 去里面不可以县里面 总不混一个啊 对不对 而且有很多企业家呢 他不一定不是共产党 但是他是民主党派 就是什么九三学舍 什么龙盟 什么民盟 什么龙公党 就这些 他们都加入这一党 成为这个民主党派以后 反而很容易进入这个政协和人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为什么把话扯那么远呢 就是说告诉你 我成为这个里面的副会长以后 我在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 这个就是说 就是跟其他副会长有一定权限的 由于有巨大的资金 这个资金干什么呢 这个资金前几年就是 供这些共产党的官员 他们吃喝玩乐 到这个商会里面来报销的 后来这个就不可以这样干了 这个资金每年 除了开一次盛大的这个商会之外 很多资金用的嘛 用于大家经商考察 尤其是办展览会 海外的大大小小 展览会很多 什么墨尼 黑的呢 汉堡的呢 东京的呢 包括拉斯维加斯的 展览会很多 就支出商会的费用 大家商会里面这些会长 副会长都趁机到国外去玩 就那么简单 消耗着这个商会的钱 那么作为我是一个副会长 我也可以大班啊 所以我也想去玩 但我去玩我就要护照啊 问题是我没有护照啊 所以说我就借着他们商会 到外面考察的机会 报了名以后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商会里面的领导 帮我去运作 他们担保 帮我拿到了护照 但是拿到护照有前提 我公司出钱负责交给一个国安 给一个国安人报销 有一个国安局的官员 跟着我们一起出镜 出镜干什么 掌握我的护照 也就是我的护照 我自己拿不到的 是我出镜 敲完那个张的时候 他给我 敲完张就要交给他 他列到我的护照 这样我就跟着他们出镜 来来回回出镜 很多次每年都有 我去过很多国家 但是护照都他们列到 我不担心 因为什么 先把他护照弄到手 先让我有机会出镜 这是等于我自己 能够解除边空的 一个重要问题 所以这么几年的 这个来来回回出镜以后 所以逐步逐步的 就变成了 只要跟着他们去考察队伍 我出去不受限制 但是我很规矩 我到境外 该干什么活动 就什么活动 我从不跟任何民营人员联系 从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因为我知道我从事一次就完了 所以说呢 我没有 我就是保护自己 让我自己获得机会 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 我会干这个事 你在我没准备好时候 你别把我暴露了 所以我就这么 他们就列到我的护照 那这个护照 大家都知道有有效期的 终于到了这个有效期 有一天到了 要焕发新护照的时候 我这次动了个脑筋 因为这个护照 已经是无锡国安局的场合 但是领护照 要到南京公安局去 因为我的护照在南京 我今天我的护照还在南京 到南京公安局去领去 那我在底下填的是 国内这个公安局方法护照 有一个功能是可以邮寄的 有一种是你可以当面来临 另外也可以邮寄的 我就写 我就跟他讲 登记我护照上面的地址 你又记得我护照 你又记得我护照 我护照在地 他有那个勾 你打一个勾 他就付了那个车块短迪的钱 他就知道我记得 那个护照在地 就记得我护照 记得我护照 我把护照给 我把护照往护照里面去 我就装死了 以后他们喊出去玩 我就不跟他们去 过了大概又吃到 一年多一个 那个国安的人想着 哎 护照 上次就换 换的现在没拿出来吗 他问我 我都不知道 不是你们去换的吗 我就跟他装傻 其实护照在我手上 我说我不知道 我没打到 他们就到南京市公安局去查 南京市公安局跟他讲 早就记得他 他妈那边去了 记得那个地址了 我说哎呦 我妈肯定到我护照 我问我妈 我妈说不知道嘛 我就跟他扫过来 其实护照在我手上 这是护照的 护照在我手上以后 我做了一个件事 就是奥巴马开通了 美国十年前以后 加拿大也同时 开通了十年前 然后获得一个什么机会 我太太单位 我太太是国内一家 上市公司的高管 他们单位里面规定 他们只要完成 当年的销售指标 我太太他们公司 就组织所有的高管 到美国加拿大来玩 可以带家属 而且家属 公司承担一半的费 那么那一次 我太太她们在公司里面 办理所有的护照签证的时候 我就搭到她这个班 让她把我办了 但是我没跟她们来 我没跟她们来 我都是有考虑的 因为我觉得美国加拿大 我是不能来的 我来了以后 马上就引起他们冲击了 她们一注意 我下次要真想来 我就来不了 所以那一次 我太太她们在公司里面 办所有签证的时候 就把我的美国加拿大签证全办 所以我现在都在 我的签证都在 办好了以后 我就把十年前拆到口袋里面 我就知道 我的这个备胎已经装好了 等到哪天我要走 我拿了就要走 因为什么 美国 她们在我办签证的时候 美国是不可能跟公安局去问的 而公安局她这个护照 她以为给安全局掌握了 而安全局认为 你南京市公安局这个护照 你们美国发到我们手上 是你们的责任 所以就是公安和国安 你们就慢慢去扯吧 那么我护照 我到美国大使馆办 美国大使馆 不可能通知共产党的 所以说 我美国的签证也有 我加拿大的签证也有 我到现在我还有加拿大 有效率十年前吗 这样我的护照 拆到我口袋里面 我既有美国的签证 我有加拿大的签证 也就是我想来美国 和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只要买了机票就可以走了 这我就回答了你 我怎么出来的 那么我为什么要出来 是因为我已经在国内 收到了绝对朋友给我的提示 告诉我不走就进去 再次进去 你不可能活得出来 所以摆在我和我太太面前 发生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 要么选择到海外流亡 那么这个流亡的代价就是 我不能回国 要么就是什么 要么就是有可能 我被再次抓进去 而我抓进去 要活得出来的可能 几乎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二话没说 选择这种 我上飞机的那天 是全国万家灯火 便炮齐名的大年三十夜里面 再吃完了饺子 吃完年夜饭 我给我妈磕了三个头 一个 我这天都做了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回到中国 我希望有一天 在座的人 能跟我有一个人 在中国 我们能举备动静 这是我建民的 有声音乐 我们再有几分钟时间谈一谈 3月6号 您再去过这个地方感觉 下次吧 下次吧 那个 今天这个有一点沉重 因为我们本来这个话题 就很沉重 爱国是一个情怀 有些人呢 我们把这种情怀 当成是一种奢侈品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 非常宝贵的材料 所以我们都是很富有的 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来听 吴先生的这一番演讲 我自己也很感慨 因为很多温哥华的朋友 都说我已经够反共的了 但是和吴先生相比 我们是两个不同 数量级的 反对专制的这么一个存在 所以呢 吴先生是跟我是同龄人 有人可能会觉得 我们江苏人是不是都有一定的变才 不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都很木讷 曾经啊 但是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洪流当中 像吴先生这样 挥洒了自己的青春 然后呢 在八九年那一刻 为了我们中国的民主 一直战斗到现在 曾经呆过监狱 也曾经颠沛流离 同时呢 又有那么 握心肠胆 像在以前 中共在白区生活那样的那种 非常曲折的那种经历 但是直到今天 他依旧 对他曾经的这个梦想 非常非常的坚守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 让我感动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在六四三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 我们把我们的这份敬意 以及呢 我们对吴先生 这一路以来 这种坚持 我们表达 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我们的时间呢 是四点钟结束 他们四点十五分 还有其他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相信 吴先生今天呢 是可能到温哥华来最满意的一天 因为他收获了 他想要收获的成果 所有来听吴先生演讲的朋友们 和他互动的这些网友朋友 推友 其实都是吴先生宝贵的财富 那么我们希望呢 温哥华此行呢 能够让吴先生更加的 我们给你们壮胆 虽然我们不能投身于你们的共振 不能每一个角色 不能和你们一样 但是呢 在海外 温哥华是一个有四五十万人口的 这么一个 华裔人口的这么一个城市 我因为常常也感动着大家的感动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朋友 关心着我们中国的未来 所以呢 吴先生 你不孤独 至少我们和你在一起 今天呢 我们的演讲互动会呢就结束了 今天其实吴先生是主人 我们是 我自己是民主推选的主持人 是半路杀出来的 所以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那么下来呢 如果愿意留影的朋友呢 就是跟吴先生留个影 那么这个影呢 我们会放在推特上面 所以如果不方便留影的呢 就不要那个参与 其实呢是没有关系的 我自己 可以用自己的相机 对 自己的相机拍了之后 你也没有办法 确保 这个 你的相片别人照 对吧 你只有不出现才行 没有关系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吧 还没有听到一个 因为跟一些敏感人物合影 离去有什么麻烦 所以 反正我就先说明一下 大家反正放松放松啊 那个 直播 本地 最新 海外华人直播 用心做好自媒体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支持我们 就请在视频右下方 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